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哥们儿是导师 哥们儿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 给各种选手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 然后最后挑出 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对手 这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干啥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财烈地 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你的面试官 再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 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鼻青脸肿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的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熊啾啾腔的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跟你们说 看呗看呗 这台上的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真输了 真输了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对我还直接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以后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老脸往哪哥 这节目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儿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谈好了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反悔了 说对不起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他说 为什么不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 骂人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一个 什么样的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你看不着 我多适合刮呀 他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吧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呢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说你